大家最近講赤不上最終要去的shopping mall 一定就是我們的山姆 我們中山的首間山姆 地方已經confirm了 最終的選址就是我身後這邊 由現在清貨價低至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元起 這邊是現樓的階段 亦屬於大國企 樓盤除了山姆 它有自己的商業街 是擁有著中山百寧歷史的營造起來的商業街 還有它有機動油去上場 還有一個最關鍵的交通因素就是它距離我們的高鐵站是非常之近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ssco 歡迎收看我們心動家的頻道 今天又回到我們其中新城石棋片區這邊的華僑城 做一個最後一個update的資訊給大家 因為華僑城進行清貨界點價錢真的很準確 所以我就親自來這邊幫大家看看 究竟是便宜成甚麼程度 跟支持的對比我們這次選擇有甚麼優勢 所以這條影片如果有幫到大家的 大家一定要追蹤我們的頻道 點個like給我的視頻和將我的視頻分享出去 所以說得多數要求我們即時去正片 好了 上去示範單位之前 有必要和大家再講解一下華僑城的基本參數 整個華僑城是分四大期開發的 其中一期屬於我們的住宅期數 我們重點也是這一片住宅片區 所以我再示範一下和大家講一下 今期我們的重點是哪些職數和這邊的情況是怎樣的 東蘇一共是12座的 這次主要和大家介紹就是我們6座的一個 一個流氓單位 它在這邊陽台正南朝向 望著前面那棟樓的距離 直線距離是最長最長的 達到百多米以上的 所以視野景觀是非常之美的 還有整個六棟總層高是32層的 兩部電梯四伙人家版樓的設計 兩邊單邊位是139方的 四房兩廳兩位 中間的兩戶就是我們118平方的一個大三房的戶型 兩個戶型都是我們大老台的設計 所以不論你怎樣選擇 只要是你的心圖就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的物業管理費大約會是2.98元左右 這邊已經全部是現樓階段即買 即收樓了 還有這次它的單價和口價單位和大家講一下 首先就是139平方長規戶型 14888單價一口價買到它 其餘特殊的機器可以做到13888 也就是簡稱13888也可以帶走 189方分別有13888和12888 我們開始講到的11888 就是我們後方的2座3座4座這邊的 中間的99平方的一個三房 可以做到這樣的低置價錢 以及它兩邊的126方的低樓層 也可以做到這樣的價錢 相對於之前來說 是真的便宜到整整有三四千元的均價 為了清貨 這個價錢都這樣放得出來 看看有沒有有原因 可以成功上車到我們華僑城這邊 享受這個日後最大的一個文女項目 以及加上商業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也想快速上去示範單位這邊 幫大家再看看我們示範單位的update情況又是如何 首先和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華僑城這邊 138平方的單邊位置 01室和04號室的 分別都是四房的單位 我們可以見到現在我們入到這個戶型 大家所見到的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還有我和大家講一個尺寸 趁著現在沒有傢俬 我手上的數據是非常之清晰的 首先整個廳的長度會有十二米三的 我們闊到會有四米二的闊下 餐廳和客廳是一體式的開間 我覺得這樣的廳是非常之舒適的 然後大家可以見到 我們的正前方南邊有個主腦台 我們反方向北向這邊也有個小腦台 所以兩邊的窗一打開就完成了我們的南不對樓 所以現在目前在這個示範單位 雖然說很熱 但是風量是非常之可觀的 然後就要介紹一下我們脫房的位置 有一處一 138平方的一個脫房位置 我一直都覺得它會比較偏小一點的 所以我剛剛看了一下和旁邊的小露台 看看可不可以打穿它連貫在一起 但很可惜就是不可以的 旁邊的褲場就是實體場 但是雙門的雪櫃就應該是勉勉強的 剛好可以放進去的 然後我們可以見到我們的消毒碗櫃 抽油煙機 包括我們的罩爐 升盤窗戶 包括我們的吊頂櫃 無主燈 涼霸 這些我們所見到的通通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然後筆向這邊的小露台 大家可以有兩種方式處置 一種就是我們的風窗 第二種就是保留 其實都很舒適的 我更加覺得保留住會舒服很多 因為華僑城整個板樓的設計 就會讓每一棟每一戶都可以感受到難不對流的通風性 然後我們的交付標準是沒有這一台冷氣的 但是它預留了上管下管 不論你是放掛式還是粒式都好 你通通都可以搞定的 然後整個廳這邊的磁磚做到一個比較暖色的色調 然後踢腳線是有黑色的踢腳線組成的 目前的插梭位呢 目前在身上還可以 但是後期住在身上一定要再加些插梭位才夠用 然後就走出我們的露台 這個露台是做了一個連貫式的露台 包括它的長身是做到天藍色的 一個珍石漆的漆面 保護了整個我立面 大家可以見到現在我們身處的樓層是18層的 目前這一座可以選到的這個積數也是高層會比較多 低樓層在四樓以下也有的 剛剛在沙盤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現在是一口價清貨清盤的狀態 左手邊就是我們的遊樂場 還有左手邊有歐基掛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未來山姆 明年這個moment就應該差不多可以開業了 正前方也就是我們現在目前陸座和前面大平層的直線距離 是超過100米的很開闊的一個景觀 下面的陸直 包括日後前面的空地 空地造成了曲水灣的這個出去介紹 我覺得看起來會更加美少少 右手邊就是現在西區現成的一個住宅的街景 以上這邊就是我們整個洞區這邊的介紹 一會轉到正區這邊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房間的間隔 好了走回正區一下 一樣是做到一個洞政分佈的格局 正區走廊位置闊到還算可以的 也都有一兩個的感應小夜燈 這些都是世上的一個架次來的 然後進到這邊正南正北 它依然分別有兩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剛剛在視頻中間和大家介紹了 去連著我們騎樓的房間來的 我們俗稱叫做陽光房來的 但是這間房間是不可以跟客廳做到連貫性的 所以這幅長的東西都是拆不住的 它是屬於實體長體來的 所以說後期這邊可以做茶室 做掌揮房 或者做一個客戶是沒問題的 那北向這邊的房間 它開間大距離闊度兩米七下 這間房間就只可以做一個招待 比如說偶爾居住一下 做一個托托米收納床 那這間房間會比較適合少少的 然後我們後面 整個走廊的深度是非常深的 走到這個位置 後面這邊就是我們一個 以騎樓布建 震送一半面積的房間來的 它向著北向的 亦都是看著後面的星神花園 和我們圓林景觀 我正前方就是我們三段式的 交付標準的射手間 那大家可以見到 整個交付標準是偏暖色調少少的 空間來說就還好是沒問題的 大窗戶全部都是名次 那最後面就是我們的一個主人房的位置 入門口右手邊就是我們的一個 套廁 那它正反方向 亦都做了一個小衣帽間的位置 那這個衣帽間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其實也是偷了隔離房間的小小面積 所以做了一個衣帽間的位置 那整間主人房這邊的總開間 會有三尾三左右的 即是我們說的闊度 這個窗戶是做了一個弧形的小飄桌 那整個活動空間一米八的床是沒問題的 如果門口的收納空間足夠的情況之下 在這邊不需要再貴的話 這間房間的整個總體的使用空間是非常之不錯 一米八成兩米的床是可以三地下床的 以上這邊就是我們錄了一百三十八平方的視頻講解 那這邊是做緊我們的一口價的單位來的 長規的是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元的 那如果是一些低流程呢 可以做到一點點我們的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元 如果你覺得都是貴一點點的 隔離的五棟呢 還有一些我們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元的 所以說呢 想要哪一間 數上哪個KHR Code 找Bosco這邊 幫大家做一個實體的示範單位的自信司 和我們的一個我們的自業書 交給大家 好 那我們第二個介紹的護形呢 就是我們一百一十九方來的 那也是同一個六座裏面的第二個護形 那這邊呢是屬於一個大三房的設計 也都是我們的傳統的動靜分佈 那入門口其實我把門關起來 大家可以見到的空間是非常之大的 它整個闊身的程度是闊過旁邊的一百三十八平方的 它這邊的整個闊度正正會有四尾四的闊一下 整個長度會有七尾三的長一下 那大家可以見到 那入門之後我發現到 這裡可以做一個餐邊櫃 一路延伸到我們插梳位這邊去 所以整個客廳的收納空間就非常之充裕 那和我們餐廳這邊呢 其實我現在用的所有的idea 我會簡單一點會做一個中度台的設計 這樣擺放起來會更加舒服一點點的 那然後這個廚房呢 就會跟一百三十八平方有一個不同的變化 因為這裡是做了一個轉角L字形的位置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深一點 肥一點點 那還有它旁邊呢 還有一個我們的生活露台 那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 板樓的設計中間兩戶 它有一個秘端就會看著走廊的位置來的 因為板樓設計這個就無辦法去避免的 包括華鏡城這個會形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後期呢 我會建議大家 大家風起身再做大個空間會更加舒服一點點的 所以大家所見到的 交付標準呢 可以參照我們上一個視頻那邊跟大家介紹到的 那整個廳這邊呢 天花啊 筒燈啊 氛圍燈這些全部都做好給大家的 四尾四的一個我們的一個 闊度呢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 其實我們的70吋以上的電視是任何擺放都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去玩Shark一點點的 擺放的投影儀呢 也都是可以的 然後呢 我們可以見到 這裏錄動的景觀 和138和119其實都是同平視野的看出去的 18樓這邊 然後呢 大家可以見到一下 我們的露台這邊呢 依然是做到一個連貫的長露台 是非常之舒服的 這個是很少樓盤可以做到板樓的設計 又可以做到一個大闊的露台 所以我會覺得呢 這裏會比較適合一些 目前的一些江衰人群 如果你是說想買一些石棋樓啊 靠近一些市區一點點的 樓下商業街啊 甚至乎日後會旺一點點呢 那華僑城日後這個地段 我覺得會旺很多 因為有華僑城的商業啦 遊樂場啦 還有他的三母到時開通了之後呢 就一定會很旺下的 包括他自己呢 可能都會來這邊感受一下 然後轉回我們證據這邊 走廊的闊身位和138平方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錦片的小野椅也是屬於我們的標配 地下的磚和踢腳線 已經是屬於膠樓標準了 左手邊、南邊這邊 依然是一間我們連貫著 劇樓這邊的房間來的 大家可以見到 闊身程度1米5 乘1米8的床是沒問題的 我們所見到的膠庫邊序的門框 也是這樣的 暖色調木紋的門框來的 裡面這個就是公共寫手間 闊到深度也都算還可以 這邊也屬於名次來的 然後呢 北向這邊還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板樓中間位置 第二個缺陷的地方 它就會看著我們走廊這邊 如果你們實在介意 這間房間可以做一個功能室 辦公室 或者是玻璃這邊貼一層磨 其實也是可以解決到的 因為現在的價錢真的好看 然後呢 主廊房也都是讓我非常驚訝的地方 放了這麼多東西大家可以看到空間也很闊的 但是當然啦 沒有放櫃嘛 廁所對著床頭 到時這邊要做一個轉折L字形的櫃 包括後面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做了一個大概是70公分的櫃 縮短一點 這邊又可以做一排我們的衣� 所以說收入空間是完全充足的 這邊是1米8的闊度 但它的長度並沒有2米 一定是1米8左右 所以長一點 大概是我的腳企的位置 所以總體來說也是夠用的 還有這個飄桌 它是沒有任何處位的直直網珠 整個滑橋整個圓林 如果你選低樓層是非常讚的 這個景觀包括這個圓林 很少市面出的樓盤可以做到這麼極致的圓林 大家可以看到的 所以說這裡也是我們在說的 特價單位說的是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元的一口價 如果你最便宜一點的 三樓以下包括三樓就可以做到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元 總價大概是一百四十多萬起 就可以擁有這個戶型 如果感興趣的趁著清貨期間 可以數回我上面的KR Code 找Bosco這邊幫大家做一個實體樓的堪測 幫大家做一個我們的樓盤的計劃書 給大家看看我們首期比多少 月公公多少 歡迎大家 亦都可以在中餐這邊成功致到自己的灣區屋園 今天我們頂住最大的太陽 就回來華僑城幫大家 再更新華僑城現在 目前最新的一個清貨狀態的一口價單位 剛剛在視頻當中也跟大家介紹了 這一次主要是我們錄了 我這邊的一個一百八十九平方和一百三十九平方的貨量 會偏多一些的 其中的戶型就會包含了我們一個大三房和我們一個正常的長規四房單位 當然在後排的九十九方和一百二十六平方的南北對樓的戶型都有少少的貨量來的 它這邊最便宜的單價一口價從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到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 不等的面積段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可以說相對於跟之前的對比 便宜了接近三十五萬到四十五萬之間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是現樓 大家積買就可以積收樓 中山現在的購房政策也都非常鬆 大家十五個百 cent就可以買回來了 剩下的就可以存額和銀行借錢 最主要是我們華僑城樓下的機動娥樂園和曲水灣的出逆街 未來還有一個山姆的地方 還有距離我們中山北站本身是非常之近的 日後大家回深圳一條直線就可以穿回去 還有未來奇江山城的地鐵亦會帶動這邊的引流和這邊的物價和消費能力 所以這次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來一下 太陽又出來了 試試後跟大家說一聲 下期再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個like給我或將我的視頻分享給我 我是Bosco 下期再見 拜拜